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亚林 欢迎收看新闻深呼吸 2019年是台湾地方创生元年 地方创生被视为是国家安全战略重要计划 为什么是国安议题了呢 你知道台湾的人口危机吗 来看2018年台湾已经正式迈入高龄社会 再过三年2022年台湾总人口数就会开始负成长 2026年高龄人口的占比超过20% 这就是超高龄社会了 这不过是七年后的事 然后隔年台湾人口红利就会宣告结束 到了2034年全国每两个人就一个人是超过50岁的 到了2036年18岁大学入学年龄人口 开始持续低于20万人 到了2054年台湾的总人口数就低于2000万人了 而不只是总人口数减少 台湾人口也过度集中在都会区 台湾的城乡失衡会越来越严重 怎么办呢 国发会推动一连串的计划 期待青年回乡创业 以带动在地发展也让大都市减压 但是返乡创业又要带动地方发展 这要历经多少刻骨铭心与众志成城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些感人的故事 首先来看这位Lamdalena何培君 他19岁就回到竹山 贷款千万把百年老宅改建成民宿 但也因此负债累累 差点活不下去 于是他开始积极写信给南投市文化局 寻求支援 后来甚至连环保音乐家马修莲恩 都亲自来住宿 感受山上美景感动之后 写下《天空的院子》这张专辑 入围君取奖 使得这个差点倒闭的民宿 终于起死为生 何培君开始积极推动竹山的地方创生计划 他租下镇上濒临拆迁的老台西客运站 变身竹山的文创据点 更到处游说与帮助 有意返乡的竹山年轻人创业 通过大家一次次的脑力激荡 协助这些创意十足的新世代 找寻商品定位跟外销出路 像是传承父亲口味的 吴天家手工包子 还有传承三代的竹艺工厂后代等等 现在总共有七家 像是这样饶富竹山特色的新创商品 成功结合在地资源与物产 让已经凋零的产业有了创生的契机 这两年竹山人口外移终于趋缓了 来看这一群竹山青年 自立自强 抢救故乡小镇的故事 我们家也曾经有过就是譬如说在 多的一年甚至有到每一年的一年是到千万的 可能也会因为对岸的一些订单的影响 那我们的订单就开始慢慢的萎缩 可能扮演不到一张订单吧 政府就开始积极的就做了天梯风景区 然后开始倡议很多游客 然后用竹山的竹子跟路股的茶 开始做了很多的这种观光的体验的配套 但是我在四年前却意外的发现 当地的人口却反而在持续的减少 历仁姐那我们接下来这个东西的定价 什么时候我们要把它定好 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样能够让竹山 有所谓的生态保护的产品 怎么样让竹山有文化保护的产品 调气蒸腾面香泼皮 刚出炉的包子白胖Q弹做的鲜艳 轻轻剥开黑糖馅料爆酱而出 如果想吃点在地竹山味 这个藕阿肝脊包千层堆叠作为有质 用的都是在地的小龙食材 一层藕阿一层寒急可得回归聚聚还好对 这时快手下刀切成三段 就是爸爸小时候都帮我编辫子 所以就是为了怀念爸爸 就是像编辫子一样 然后把馒头给编起来 她是老板娘曲家朵 白脸甜笑的背后按层洋葱 几年前她临加到台中工作 从家里面还有一份薪水游卧的秘书工作 但从小最疼她的爸爸 却突然中风过除不起 就觉得说从小父亲也是 对我们都很疼爱 然后我想说在她最后 这一段路的时候 我希望我是能够在她身边陪伴她 这个老公宰相畜业 这时两手空空的曲家朵 相信小时候爸爸常常 做给她吃的包子 一张豆腐剂 洗面剂 味道直服自然 一时夫妻两 开始在路边摆着兜售 我们是一开始在摆摊 然后摆摊的时候呢 就遇到一个年轻人 然后很热情地跟我们讲说 他叫什么名字 他是何培君 一定还有一些年轻人 现在大家都回来租山嘛 那这个教室是每个月 最后一个礼拜五 大家还会聚在一起 一起来讨论遇到的一些困难 跟问题资源分享 在诸汇中坎坎而谈 今年四十岁的何培君 已经返乡17年了 想说是诈骗集团还是什么 我们那时候根本连 听话院子都不知道 你留在家乡是因为 你要创造出市场 会接受你的产品 所以你要拼命地 让你的产品更有市场性 一谈到返乡创业 何培君的双眼发光 原来经验分享的背后 他也曾经有过 惨淡的失败 当时是在大二的时候 当时骑着摩托车 到竹山海拔1000公尺的山上 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占地 900多坪的建筑废墟 荒废的百年古宅 静谧无言地诉说着 曾经美好的台湾文化 当时才19岁的何培君 深受震哲 他做起天马行空的大梦 不如在这里改民宿吧 大部分银行的行员翻开 我要创业的计划书翻开地业 看待他的破房子要整修 第一句话 你这么年轻 不用找到真正的工作 地牌众议贷款千万 上山圆梦 他亲离亲围 独成民宿 开幕的第一个月 做了8000多块 每个月缴贷款要缴6万多 我的户头花到剩下12万多 撑到第四个月 还收到银行要跟我查封的通知书 被写时狠狠打了一巴掌 但拟医馆出身的何培君 却从来没想过要忘记 写信写给全台湾 所有县市政府的文化局的局长 每一封信都是亲笔写 局长一看的时候 非常的惊讶 后来就因为因缘巧合 就找了马修连恩 跟台北宗斯爱乐餐片公司 到了我的民宿来入住 世界上的美景 连马修连恩都赞赛不已 他为民宿写下美丽乐章 还入围了当年的金曲奖 最佳古典音乐专辑 那天晚上我的订房专线 被打了将军 我在想超过上百通 要进来订房 过去法人问津的古错翻身 人潮有进天空的院子 何培君的梦想终于成真 他知道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多 第一个看到整个车站 它的一楼在那个时候是 游民 然后每天赌博 吃槟榔满地的垃圾 我们就把整个老车站 这边就告诉 就请客运公司 让我们公司把它租下来 租下来之后 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重新规划 打掉重练的老客运站 融入了在地元素 华丽再生 5500多条的竹面 编织成像一个鸟巢的餐厅 也就是我们把手工艺 变成了建材 对 然后让它空间产生了 手工艺的教育的意涵在里面 然后第二个就是餐厅 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 就是尽量农夫出什么菜 我们就出什么样的菜单 尽可能跟当地的小农 能够合作跟连结 合胚军的概念很简单 观光带天的人潮 要结合 云创 文创 云民创 打造让地方资产再生的商机 把笔做大 再往外输出 以老台西车站为中心 合胚军已经说服 七个返乡年轻人创业 形成小镇 文创聚落 我们的模式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一起开会讨论 然后把一些想法提出 然后大家会互相修正 修正你的想法之后 你再评估可不可行 那时候我妈就问我说 有没有想要回来 如果没有想要回来的话 那就是工厂关掉 竹山则经风光一时的 竹产业凋零 在台南工作的林嘉宏 不舍家中三代经营的工厂消失 决定回到竹山 找寻出路 那时候有一个民宿业者 跳出来就说 我一个月 我们每年的游客是两万人 那你可以帮我开发这个 房间被笔吗 那时候其实碰到的困难就是 台湾没有人做过竹子的压刷 一发表竹压刷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宫保同学 跑来找我们 就是他们希望说 可不可以开发出 完全没有用到塑胶零用的产品 让它可以被就是被分解掉 这样子 丢了上万只失败的竹牙刷 终于研发成功 没想到意外招来 环保与文创商机 竹子牙刷材质特殊 透过雷射喷刺 还能量身可质化 环保这件事情 它已经不再像是以前 只要大家做好乐视分类 就有办法成就地球好像没办法 所以你必须要从你自己的生活习惯 去做起的时候 就是它就已经开始 慢慢再改变大家的消费习惯 这支台湾独一无二的竹牙刷 现在已经外销到日本香港 一个月少说卖出在很前支 过去二十年来 这个人口日渐流失 近一城的小镇 近两年外移也终于趋缓 竹山的小镇经验 成功用创意翻转地方 再生活水 看到自己家乡变得这么年轻 有活力 再怎么辛苦也都感觉值得了 继续我们要走访新北市的西南方 三峡跟英哥这两个相邻的小镇 过去这里是河流汇聚 而兴起的老城区 曾被称为三阴地区 长久以来 三峡因为盛产 蓝染 茶叶 而英哥已淘土闻名 因此造就了茶 染 陶 产业的汇聚 不但成为北台湾的经济重镇 也培养出很多记忆精密的职人 但曾几何时 随着青少年人口的外流 产业凋零 三阴繁荣景象不再 终于这几年出现变化了 三阴分别有青年返乡创业 他们拥有创意又懂行销 对家乡更是充满热情 像是有制陶第四代传人 把陶瓷工厂打造成博物馆 推出各种文创商品 像是这个热水倒进去就会变色的杯子 美美令人惊艳 还有各式各样的陶逸体验活动 都成功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造访 还有人不忍三峡的肥皂工厂倒闭 不但回想改造 还研发出更多文创商品 而为了地方创生 甚至租下废弃的老医院 为艺术家打造平台 结合职人记忆跟教育 让更多三峡孩子认同自己的家乡 而愿意回流 也让老城区风华再现 这也是日本传来的一些技术 它是还可以动 所以我们就是 其实让小孩子在这边看的时候 然后甚至让他们自己摸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那种临床体验 熟练的操作这一台一九四零年代的车碗机 它就是英哥制陶家族许家班的第四代传人许世刚 把自家工厂改建成小型博物馆 希望让更多游客来感受英哥陶逸之美 许家的瓦窑从阿兽的年代就开始运转了 在一九五零年代的全盛时期 英哥陶瓷厂多达五百家以上 由六七成的居民都靠陶瓷吃饭 到了第二代 祖父许欣旺搭上经济起飞的顺风车 从烧瓦片转型做饭碗 像这个是真的是传统的 这是那时候大概最后一批名古屋是几年少的 所以看到以前的颜色色泽 这是古董 但是这个是我们后来想仿制的 从小在陶瓷工厂长大的许世刚 对祖父有满满的怀念 在打造这间博物馆时 还特别用祖父的名字兴旺来命名 他就是每天都穿着那个白色的那种内衣 跟短裤然后打赤脚 所以其实隔壁工厂的一些员工 也不知道原来那个是 是我们工厂的老板 祖父凡事亲力亲为 辛苦撑起一家生计 但传统产业面临新科技竞争激烈 就得转型 当年许佳从饭碗转型做瓷砖时 祖父烧坏了十九座窑 也烧光了毕生积蓄 后来是阿嬷典当嫁装换了十万元 买下三张写满化学成分的瓷砖配方 才度过危机 民国五十四年十万台币可以 当时应该可以买到台北 现在这种新一区 可能一栋到两栋房子的这种价值 所以其实还满珍贵的 这个这样子的优药配方 走在博物馆的时光隧道 看着许家陶瓷发展九十多年 就像是英哥历史的缩影 其实许世刚在以前 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接手家族产业 后来跟着爸爸到大陆发展 但人在异地还是心细家乡 老街其实最人诟病的是 大家都说老街买不到 属于真正自己英哥台湾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看到 对啊 为什么没有这样 然后又看到我们都在大陆做东西 然后觉得我们应该回来 就是深耕这个地方 然后让就是这个产业 有没有重新复苏的可能 历经陶瓷产业由盛而衰 第四代的许世刚不希望 英哥的陶瓷文化就此没落 2004年他回家乡打造新品牌 兴旺吉祠 希望靠文创为传统技术注入一股活水 将热水倒进杯子仔细看 杯子上的灯笼突然变成红色 当年为了帮新北市设计伴手礼 曲世刚和团队绞尽脑汁 利用一种可以变色的涂料 开发出各种变色杯 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对对对 然后加热水之后 这是我们画万里蟹 所以有螃蟹 黑色杯子的变色效果更明显 设计巧思令人惊艳 让兴旺在一夕之间打响知名度 变色杯也成为热卖商品 一年可以卖出上万个 但想要吸引更多人潮来阴哥 还得结合体验活动 你来妈咪这里你玩 要不要手手放进去 妈咪帮你加水 在展示空间里开辟了陶艺体验教室 让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来玩泥土 像这位妈妈嫁到香港 还是希望女儿能接触台湾的传统文化 香港比较少这种东西 你有没有很开心 你有没有很开心 他很专心 同样来自香港的小弟弟 手上沾满陶土 玩得不亦乐乎 客人自己动手DIY 做出雏形之后 再由工作人员帮忙修胚 上诱和稍遥 大约两个月时间 再把成品寄给客人 用心经营 将博物馆打造成一个 可以让亲子共享的舒适空间 而同时 许氏刚跟许多设计师 和在地的陶仪家合作 设计各种文创产品 希望英哥老街的文化 也能重获新生 同样想要靠文创 来擦亮传统招牌的 还有它 这一条 就是三峡的第一条街 叫秀川街 真的啊 甘乐文创的执行长林俊成 是土生土长的三峡人 他带着我们走进三峡的小巷子 来感受三峡在地人情味 沿着清水溪沿岸 来到这间旧三合院改造的餐厅 这里就是林俊成返乡生耕的起点 其实十多年前 他还在台北电视圈工作 因缘忌讳下回到三峡 短短几年 林俊成就让濒临倒闭的肥皂工厂 七死为生 但他并没有以赚钱为置业 回到家乡后看到三峡的问题 认为自己应该投入更多时间资源 为家乡做更多事 2010年把这间老三合院 打造成甘乐文创的基地 结合在地资源 设计一系列的文创商品 连手工面线都能充满文清风 我们三峡有一个手工面线的师傅 很厉害 就帮他重新设计了 他产品的包装 然后帮他把品牌的故事 把它写进来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也运用在我们的食堂里头 把他的产品用在食堂里头 让来的客人可以 亲自吃到他做的面线 换上新包装质感立刻升级 林俊成知道好的商品 也得靠行销才有商机 他脑子冻得快 连鞭炮屑都能回收再利用 回收的炮屑 我们就请纸厂 帮我们做成纸张 然后用这个回收的炮纸 再做成一些文创的商品 像这是御手 那也有红包带 但林俊成的梦想 不是只有搞文创而已 他更希望能推动地方创生 租下了三峡 有着七十多年历史的爱玲医院 在里头打造一间又一间的工作室 让三峡在地的艺术家有更多舞台 做进宫不只得精细 还得有一双巧手 这门技术现在越来越少人学习 但游客一走进来都会想要DIY 当他们做好以后 他们也会很高兴 自己可以完全对进宫都不认识的 既然可以把这个戒指 还是手盘这个把它做起来 很高兴这样 不只希望三峡职人精神 能传承下去 林俊成也提供一个媒合平台 让三峡的孩子能认同自己的家 提供多元的就业机会 希望吸引更多青少年回流 同时也希望说以后我的孩子 如果也留在三峡 在这边长大的孩子 是能够留在这边生活的 就一直跟家乡的文化 产业是非常紧密连结在一起的 我想这种种子放在心里面 其实会萌芽 对于这块土地的感情 才会越来越深厚 担心三峡面临社区凋零 产业流失 林俊成一方面做餐饮 推美食行销观光 二方面办教育 设计艺文活动 多角化经营 希望三峡文化价值 能华丽翻身 传统特色 只要注入活水 依然会历久弥新 继续来看渔业 宜兰南方澳 这里是全台四大渔场之一 即盛时期是在民国六十年代 当时港口停满的渔船 老一辈的人这么形容着 说这个船要进渔港卸货 光是等待的时间 船上渔货就臭掉了 那个时候的居民 多半从事捕鱼的工作 像是这位老船长吴阿水 15岁就开始淘海生活 到现在73岁想退休了 但两个儿子留在大城市工作 轻壮人口流失 小镇没落 许多老船长找不到人接班 怎么办呢 他们在地方文史工作者 还有政府的辅导之下 开始推广 一日淘海人体验活动 渔船在游客出海捕鱼 了解海洋生态 老船长也成了最好的祥岛 重新找到自己的舞台 同样为传统注入活力的 还有宜兰壮围乡 柳汉龙与杨光瑞 不怕宜兰冬天的水 很难养石斑 15年前来到这里 开始养起石斑鱼 两个台北长大的都市小孩 一开始根本什么都不懂 曾经还让整池的鱼苗 都四光光 后来靠着慢慢摸索 发展出一套 适合在地的养殖心法 不但打破了台湾石斑鱼 跨不过浊水溪的神话 还让壮围的废弃鱼温 活了过来 来看他们怎么办到的 我们现在要挑的就是 一斤半到 差不多两斤的尺寸 对 那这个有些是 宴会在用的 收房的时候 手也没闲着 试试 比如说隔壁尺刚好是养不足的 或者是过大的 我们有挑到这个尺寸 就会顺便丢过去 一到刘汉龙的手 每只龙虎石斑鱼有几两种 完全逃不出他的法眼 抓久了其实 我们用手大概秤就可以知道了 那有时候只是怕 要再确定 所以还会再过方秤 那一般来说其实误差 就差不多两两左右 这个差不多十二十三 好准喔 别看他讲得头头是道 刘汉龙跟好友 刚到这里的时候 完全是百分百的门外汗 凭着一股傻劲 开始了他们的石斑鱼 养殖大梦 来的时候其实屋顶都已经 被台风吹走了 这个每一尺里面 几乎都是草 那这边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走道 那个时候也都是厚厚的一层草 十五年前 刘汉龙来到壮围的时候 到处都是废弃的鱼温 而且宜兰冬天寒冷 石斑鱼需要更长的生长时间 一开始也吃了不少苦头 曾经整持的鱼苗死光光 几百万资金邪本无归 有时候晚上做梦会梦到说 鱼是不是有死掉 然后还是说突然跳电 正常的程序我们会经过室内跃动池 先讯耳 那等到它吃耳料稳定以后 然后再把它放到室外的池子 他们发展出一套适合在地的方法 不但引进海水养殖 演绎石斑鱼的生长阶段 分室内或室外区域 看着他们越来越有心得 不少人也有样学样 让壮围上的鱼温 逐渐找到了新生命 我们把这个场所弄起来以后 那大家有看到成绩 它不可能让它自己的池子 继续废弃下去 它也想要让它的池子 有利用的价值 所以那就会动起来 不只费鱼温活化 要在市场上拓展竞争力 刘海龙的伙伴杨光瑞 还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借由休闲区吸引都市人 以及创意料理来推广 但没想到半年就精传收摊 那时候就是因为生意 真的很不错 预约的人来参观预约 吃东西的很多 造成被检举 说你农地没有农用的 一个问题产生 这次失败的经验 没有打倒这对割粮好 杨光瑞开始在台北找店面 他主攻行销 而刘汉龙则是顾好 宜蘭的养殖场 分头进行 把石斑鱼给销出去 将石斑鱼煎得滴滴作响 淋上芋藕粉汁 知道料理的灵感 来自于传统小吃鹅仔酸 把石斑鱼用豆皮包起来 烤得又酥又脆 飘出浓浓的法式风味 颠覆石斑鱼只能够清蒸 阳光热与主厨两人 两年来就窝在这五平不到的厨房 想破头研发创意的料理 希望石斑鱼不是只有洗宴桌上 才看得到 想去哪天 现在已经比白带鱼还要便宜 那你会觉得说 幸福养了 其实它的鱼肉是那么的好 但是它的价钱却那么的差 都是受外销大陆的控制 那何不把我们自己的鱼 在我们自己的都市里面 发展得更多 让更多的餐厅去使用 对 最起码我目前现在 我不用担心我的皮革 因为我自己的餐厅 就可以慢慢去做推广 然后消化掉 这个都已经处理了 像我们鱼头帮它处理完之后 它这个回去可以直接熬汤 我让它腹部的地方 也可以去做一个烧烤 或是煮鱼汤的食材这样子 产地直送到餐桌 鱼温不能转型为修气区 反而让杨光瑞更坚定 宜兰做养殖 台北做推广 而要在南部被垄断的市场里 打出知名度 得先让消费者认识他们 宜兰班这个三个字 让大众知道 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很少人知道 宜兰有养师班 一般大家的一个概念 是宜兰就是在林东 我觉得 推广这条路要做 但是早上那么难做的话 我还是回去养育好了 真的 真的 我觉得养鱼我会比较快乐 这两个台北小孩的努力 让宗维乡慢慢转回西域 北台湾养殖重镇的光景 镜头再转到南澳湘 这里是全台四大渔场之一 但是渔业逐渐落落 在转河湾之后 帮老渔夫们找到出物 那时候是在关头前 没做到没做到 要走人稍微 那时候我如果不能在山上 我们自己要煮 收窝船舵动作在熟练不过 一望无际的大海 就是吴瓦水的第二个家 四十年过去 容景不在 许多像吴瓦水一样的老船长 找不到人接班 我说阿爸坐下来不来 你们刚才那里说他们不来 他们的主持有 他们自己有收到的 早期疑惑多的时候 你船进来 要排队到鱼市场卸货 你的疑惑就臭掉了 大家在抢时间了 但是现在我感觉好像两三天 才看到市场有稍微多一点的鱼 要大鱼 要大鱼 快点 好 会怎么好 有鱼 要飞起来 在哪里 它已经没有力了 都被整拉了 完蛋了 好漂亮 好漂亮 大鱼上钩了 游客们抢着拍照留念 既新鲜又兴奋 还不错 掉了三尾 然后再加一个河豚 有三个是可以吃的 要带回家煮汤 游客们搭的就是 吴瓦水平时捕鱼的渔船 透过一日体验的活动 为陶海人找到新可能 也提高价值 海鲜 也提高价值 海鲜 不管是海鲜或是三星葱 这些食材全都来自宜兰在地 更有企业提供平台 让农渔民有更多的销售管道 超一定要 超一定要 我们披萨DIY里面 就用了很多在地的这些食材 不管是这个 豆腐啦 或者是青菜啦等等的 也能够这个协助这些农民渔民 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这个 安永新使馆 能够在宜兰这个地方呢 能够扮演一个地方创生的 一个支援的平台 那现在宜兰其实在推动的地方创生里面 我们希望直入的是 地方的经济的发展 而且我们希望很多年轻人 是因为不只有想法回来 是真的有经济基础的条件 可以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在把每一个地方 很趣味的活动 很趣味的农业 渔业 甚至到休闲的产业 把生活变产品 转隔湾 将世卫的传统产业注入活水 地方竞技起来了 小珍的故事也开始有了 年轻的色彩 一个念头让生活变产品 继续要带您走访的是台南官田 这里是知名的麟角之乡 但随着年轻人口北漂外移 官田成为老年人口 占比将近三成的严重老化区 麟角田里工作的 大多是70岁以上的老农夫 官田每年麟角总生产量 大约是6800公顿 但老农辛苦种植的麟角 在收成之后 每年却产生了3740公顿的麟角壳垃圾 多年来一直弃至田边燃烧或随意乱丢 造成严重的污染问题 直到2015年 来了一位在环保局工作多年的 年轻科长颜能通 他提出把麟角壳烧成生物碳 回收再利用的想法 但社区经费困窘毫无预算 他挨家挨户 说服老农帮忙 用铁桶烧出第一批的麟壳炭 还亲自打电话到大学诚意请托 希望有教授愿意补偿帮忙 在产官学三方的协力合作下 终于研发出可以放入麟角田 净化水质的生物碳 因而成功种出更香甜可口的麟角 但问题来了 要处理这么大量的麟角壳 光是买进设备就是一大困难 也能通 灵机一动 找来老农 以合作社方式集资了40万 没想到短短一年 就赚进百万营业额 这笔钱开始回馈地方的老人关怀据点 很多长者成为合作社的代工 把麟壳炭做成厨师去喂包 大伙说说笑笑打发时间也赚点零用钱 这个成功的社区再造创生模式 现在更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 研发出各种麟壳炭的文创商品 来看这个把废材变乌金的故事 Pr影片部分要介绍 这样做 都 MIRO于D,EQ RX Anto No.O 我们颜色的社区条件有只需要 成为公子的任何公司 这是维促习截子出来的 略非兀石 杉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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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无路投 有路投 后来才发现原来菱角的成长 它喜欢碱性的水质 所以才发明说 我们把这个直接掉进去菱角田里面 那菱角刚好就是真的需要干净的水质 他们当地的菱角啊 水质越干净的 种出来的菱角越好吃 渣染缓寒的初春 才能关田的棱藻田里 已经一片绿扬然 但一旁空地上是去年收成后 至今还堆积如山的废弃菱角 水嵌的让它噴起 让它放在这边 让它晒太阳 让它干净 让它干净 干净农家挖出菱角肉 剩下空壳 气质不顾 所以以前来到关田 我们常常看到就是 种稻子 烧稻子 这个收菱角 烧菱角 所以一整年都在烧 但是菱角壳因为它不容易腐烂 大概至少两到三年的时间 烟雾弥漫 臭气熏天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 关田农民的生活日常 直到 2015的一个九月份 我们因为刚来的时候 也会办了一些社区营造的课程 上的课叫做烧炭救台湾 一听到农业废弃物 可以消成生物炭循环利用 当时45岁的年轻区长 盐能通在预算不足的酒精下 先动用社区解资源 回收费壳 小农香品 接力把银枣壳 晒到几锅完全 不含水分 因为一开始没有钱嘛 所以我们就是请厘长 去帮忙找那个废弃的链头 利用科学的言理 就是包括烟囱效应 近期的一些效应 等等它都自己烧起来了 一路摸着石头或盒 但要做出可回收 再利用的生物炭 两手空空的它 只能厚着脸皮到处找资源 他就跟我讲了一大堆之后 就跟我说没有钱 可是想想 我也是农家子弟 这个就是要测比较面积 这个就我们随之帮你 做完就可以了 同样出身农家的 成大教授林洪平 一想到可以改善农作环境 连酬劳都不领 立刻挽起袖子做事 我们就把它打戏之后 放在一个绿材里面 当成是一个咖啡杯的 这样子的绿材 然后直接把这些 有染料的水容易滴上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绿出来的颜色 就几乎没有颜色了 林洪平意外发现 林河炭的孔洞 地表面积极高 除臭净水力 比市售的趣味炭 高出约百倍 这个发现让研发团队 实习大振 他们更设计出 从上方点火两侧进气的烧炭方式 从上到下压缩门烧 不用瓦斯就能达到千度高温 环保又省钱 接着急速加水降温后 一般我们要泡两天的工作点 对 为什么 因为生物碳它在燃烧之后呢 它的表面会有一些灰质 然后还有它的PH值是比较减性的 那我们透过浸泡的方式 第一把这些碳穴带下来 也把PH值给把它往下降 降低显度后的灵壳炭 吊挂置入灵脚田 成为最天然的净水剂 种出来的灵脚 品质与口感意外的大大提升 为了把这个再生商机的饼做大 也能通开始奔走社区 游说老奴加入 要改变传统并不容易 但也能通挨家挨户一一解说 募集了51位领脚农 以一人五千元的方式 筹资40万 成立了五金合作社 老农提供废弃链壳 透过合作社购入设备 销成生物碳 在无偿提供给老农 提升灵脚田的水质 在地方自发的产观学合作之下 完全没花到一毛工厂 原本当成垃圾焚烧处理 一顿要价2462元的费灵脚壳 双成灵壳炭只要442元 一年更能减碳375吨 效果等同一点一座的 大安森林公园 阿公阿嬷排台站七手八角 把林颗炭一池一池 装带风食 做成厨师吃味包 开工就大家来这里没料 开工 说过 笑一笑 这样一句比较好 这不厉害不厉害而已 不过定要做多少 才会辛苦 观田区杜巴林一千五百人 像这样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就高达三成 其余七成也多办北漂工作 我们做出来碳要包装 一包就三块钱 我们不就赚钱得到一些奖励 那我想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肯定 社群老人家赚点零用钱 说出笑笑日子好过些 就连西进道对岸创业的台南孩子 也回来了 回到台湾来我发现 我朋友来到台南的时候 也不晓得要跟他介绍台南 有什么文化 有什么古迹 有时候想想带着他们一起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大家有一个 共同勇力的目标 三十三岁返乡创业的李俊县 现在是团队里的创意研发 包装小巧的零壳炭趣味包 放进冰箱鞋子 除臭无痕 简性的零炭灶可以去屋 这些极具巧思的文创小物 2018年一举创下百万营业儿 过去被丢在路边 造成环境污染的零脚壳 在老农自愁裁员的协力合作下 变身乌金 创造营收 更让人口严重老化的关田 一如肺磷壳 发力变身 重新再造 闪耀光芒 废弃的零脚壳也能这样华丽变身 而烧木炭的烟呢 它会变成弱酸性的木作意 可以除臭 杀菌 去屋 为传统木炭产业带来新商机哦 稍待会带您走一趟新竹虎口 另外一位年轻人返乡创生的故事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深呼吸 地方创生 翻转台湾的故事 继续要来到新竹虎口 这里偏山区 林业发达 早期很多人做木工 烧木炭 这位清华大学科技馆研究所 毕业的陈伟成 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2005年 家里工厂 采用工研院技术移转的方法 发现烧木炭的过程中会产生烟 把这些烟收集起来 会形成一种木作意 因为木作意是弱酸性的 可以中和臭味 所以具有很好的除臭杀菌 跟去污的功效 但是当时长辈不懂经营 惨赔千万 陈伟成不顾家人反对 决定在家乡虎口 靠木作意创业 他跟一群学生时代结交的好友 一起投入研发木作意商品 但整整三年都没有存款 就在快放弃的时候 他一边写部落格 介绍木作意的优点 一边尝试把商品放上网路商店 终于靠电子商务卖出了好成绩 昔日的老炭工厂 靠着木作意达人的坚持 让废弃的木头和木炭充满商机 他也和虎口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合作 做起地方创生 希望木作意成功的经验 也能复制到其他虎口的传统产业 走进新竹湖口之间工厂 各式木材堆在角落 各种木工机具应有尽有 从小就是看你爸爸 就在做这个东西 会产生这个木屑 这是木作达人创办人 陈伟诚从小到大 最熟悉的环境 他是在放下做状况 那种红木家具 就是像神作那一类 陈伟诚的爸爸做木工50多年了 机台运作发出的巨大噪音 和巨木材产生的木屑粉尘 他们早就习惯 另一头陈伟诚的妈妈 弯着身躯忙着整理木炭 他不顾手弄脏 立刻上前帮忙 这个从小做到大 陈伟诚常常想 难道卖木炭 做木工真的不难翻身吗 2005年 家里的木炭工厂 采用工研院技术移转的方法 做出了木作液 才知道木炭也可以非无利用 因为在烧木炭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烟 收集这些水烟 冷却静置半年后 会产生三层的深咖啡色液体 也就是粗木作液 从上到下的成分 分别为青椒油 木作液和椒油 因为只有中段的木作液 适合用于人体 所以要把中段的萃取出来 经过精柳 最后产生的金黄色透明液体 才是能用于人体肌肤的木作液 因为木作液具有除臭 杀菌 去污等功效 可应用在各种清洁用品上 但当时长辈们不懂经营行销 付清投资的木作液工厂失败 惨赔千万 那个时候我回来接班的时候 我知道家里木炭大概一个月 就是卖三五万块 扣除本钱之后 就是赚大概一万块钱 不顾家人反对 2005年成伟成大学一毕业 就决定靠木作液创业 他找来学生时代结交的好朋友 几位七年级生 把虎口木炭工厂当作据点 不过他的资本额只有几千块 只能一边在社区做导览打零工 一边着手研究木作液能做出什么产品 果果的尿液呢 在这个地方尿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用芬多精喷赏 你可以很快看到 它马上从贴取值的表示上 会从精性来到这个酸性的部分 也就是把这个尿液给分解掉了 发现木作液的除车效果很好 但木作液本身的味道并不好闻 很多消费者无法接受 为了改善这个问题 他试了各种天然精油来调味 后来发现橘子最适合 我吃过苹果 吃过桃子 还有水木桃 这种很粉红色的东西 完全不搭 橡木作液和天然精油倒进大桶子里 经过搅拌 做出一瓶又一瓶的商品 但陈伟诚怀着满腔日情 到处找化工厂代工 却四处碰壁 你的妈妈会告诉你说 你就找一份工作好不好 不要再像你爸这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 可能工作了四五十年的人 他告诉他的儿子是说 你不要像我一样 结果我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投入下去 然后我要翻转这件事情 就是我是卖木炭的孩子 我清华大学毕业 但我依旧是可以把木炭做得很好 讲道鼻酸但眼神充满坚定 这一份对木作液的坚持 在三年后终于有了单身的机会 之前在夜市摆摊一天赚不到一千块 陈伟诚决定放手一搏 把商品放到网路上卖卖看 那是第三年的尾巴 然后投入进去之后 我们在网路上把产品放上架 然后一卖就竟然卖动 竟然在两个月内就回收了三万三千块 在网路开店又搭上团购热潮 标榜安心清洁的木作液产品 瞬间爆红2009年木作液 第一次营收破百万 以除臭驱虫杀菌为主轴 成为丞翰伙伴们开发了 一项又一项产品 全靠网路口碑打响知名度 连续五年被杂志选为 网路百强卖家 创业多年在虎口老街发迹的木作液 达人终于站稳脚步 陈伟成不忘初衷 和团队成员投入地方创生工作 曾经没落一时的三员工和天主堂 近年来气氛很不一样 像陈伟成这样的热血青年 和地方文史工作者携手合作 希望能带动当地观光 吸引更多人潮 而陈伟成也不利于 和其他的传统店家 分享木作液成功的经验 希望能协助有地方特色的老字号店家 也能进行下一阶段的产业转型 我就用1400块来创业 每个月1400块 1400块都能创业的话 我觉得现在不能说创业没有资金 你要知道这个钱不是最大的问题 是那个决心的意志 靠着决心 和意志力 卖木炭的孩子 让家里的老炭工厂成功翻身 而支持他的最大力量 就是为了妈妈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要给我卖木炭 我真的是傻眼了 你也觉得 怎么儿子又做跟妈妈一样 对 我觉得太幸福了 我一定要接下来 而且我要做得让你很骄傲 让你可以很放心说 我们儿子你看木炭也卖得很好 我要你说出这句话 我很满意 因为他们有做一些爱心 把品质管得很好 管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OK 一句OK 妈妈的赞美说得含蓄 但陈伟诚一路跌跌撞撞 靠着木座椅 在虎口做出充满台湾味的 在地清洁用品 也让废弃的木炭和木头 找到生机 地方创生翻转台湾 今天我们从南投竹山 新北三英 以兰状围 台南关田 一直到新竹湖口 看了许多年轻人返向创业 推动地方创生的故事 内心真是有满满的感动 台湾不能再失衡下去了 地方之美 地方的活力 也需要更多人一起投入 让台湾更均衡的 永续发展 今天非常感谢您 跟着我们一起 新闻深呼吸 我是陈亚玲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